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莊惠敏 和她做骨科醫生的丈夫趙鳴宇 去年4月涉嫌在黃埔Eon超市 偷取價值超過1600元的食物 包括海膽、刺身和水果等 他們否認盜竊罪受審 案件週四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裁決 裁判官梁雅欣說 兩人聲稱當日用自助付款機時分心 但從閉路電視的片段看到 他們的說法和行為相違背 因為他們兩個人深知透明哪些貨物未掃描 尤其當中已經付款的貨物價格大約只有600元 未付款的貨物價格就超過1600元 裁定他們懷有不誠實意圖 選擇性掃描貨品 並且清楚知道對方的行為 裁定兩名被告盜竊罪成 判他們各罰款5000元 控方案情稱當日下午兩名被告推著整車食物 用自助付款機付款 超市保安發現他們將部分未掃描機的貨品擺入袋 趙明宇說 案發當日付款時 正是心掛掛小女兒回來香港的航班 以為貨品已掃描機 莊惠敏說 她完全不懂得用自助付款機 又承認案發時將貨品搞到很亂 同時又想起小女兒的事和未完成的公務 一時大意將未掃描機的貨品入袋 再次見到最後一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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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提供